汽车的前挡玻璃是阳光最容易照射的地方 开车的时候 双臂在阳光下暴晒 既不舒服也容易晒黑 一不小心就可能来一个半截秀送给自己 赤裸裸的把手臂变成熊猫手 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不好看的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烦恼呢 防晒霜 既然要防晒 那么人类发明的防晒霜自然不能少 防晒霜只要涂在手臂上 就能在一段时间内起到隔离紫外线的效果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晒黑 套袖 套袖几乎价价都有 车上放一个套袖 开车的时候拿出来戴上 对于防晒效果也是不错的 而且价格便宜 款式多样 可选择的空间很大 爱美的女性可以选择带有花丸的沙纸的套袖 凉快又防晒 防晒服 有的男生女生不安好的 就可以直接穿上防晒服 防晒服几乎每个女孩子都会有一件 穿上防晒服 全身都能防晒也很方便 冰袖 冰袖号称防晒神器 是这两年新兴的产品 男士女士都能戴 很方便 戴上它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晒效果 冰袖的外表是白色的 据说能给手臂降温 炎炎夏日 不管是爱美的女性 还是英俊的男性 长时间开车 最好能配冰袖 这样的话就能防止手臂晒脱皮 熊猫手的情况出现 以上几种防晒的方式 都可以帮助隔离紫外线 具体哪种因人而异 手臂的皮肤晒黑了 就需要很久才能变白 可以搭配着进行防晒 比如防晒双加冰袖 这样防晒效果会更好一些 另外给车子贴上隔热膜 也是一种好方法 烈日下光线太强 不利于开车 必要的时候可以戴上墨镜 但建议墨镜不要戴太长时间 以免导致视觉疲劳